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新闻吐四 最後一節 齋Sir 和Leo 都繼續在這裏 說說你說買到樓了 想買樓買不到 上一集說 買到樓一口眼淚 今集說 怎樣?有什麼出路? 嘩 其實沒什麼 如果你真的出路的話 你真的要大家所謂聯合起來 例如雷曼虎主 你夠痛了 虎主主真的會聯合起來 現在的問題就是香港 很多香港人因為太忙 就抱著一種 如果我過了海 我就沒有空想的心態 我不是說自私 不過是我真的沒有命理 我過了海 我就不搞了 所以大家就不會去團結一致 說我們要做些事情 而且香港政府只是逼你搞業主立運法團 你只要搞業主立運法團 大家知道 那裏本身也有很多問題 那些業主立運法團 黑社會化 私商壽壽 找自己有來做維修 維修完又衰 繼續衰 因為中間吃水吃得太深 太深的緣故 意思不是說不給錢 給了錢 給貴了錢也不要緊 你都幫他整好 他整不好回來 這些已經太多了 問題就是現在 你需要有一些所謂 across the board 不是只是業主立運法團 而是整體的業主 可能有一些大聯盟式的事情出現 可能是面對這些所謂 不負責任的法例 不負責任的態度 不負責任的承建商 不負責任的政府 睡街是否一個出路呢 香港沒有街給你睡 都成問題 十幾年前 九七年前 有一段時間 香港樓市升得很厲害 就這麼大 有一班社工 其實已經去到立法會門口睡 反對為何會搞到樓這麼貴 真是要睡街 但當時不幸而言重 睡街就是十年後才出現 即是去到八十後那批 他們那批社工畢業都未立即睡街 要到二零零零年 一筆各撥款之後 大家就真的開始睡街了 死工都要睡街嗎 即是過去十年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加重 首先就是動大學生 令大學生特別窮 最近這個死人政府更噁心 要帶頭減薪 將政府裏面的大學生的入職點 再帶頭減薪 當然為何會引不起公眾注視 很簡單 因為現在有幾多個大學生 進到政府做工 沒有 所以沒有人去反對 但其實如果從原則上說 八十後應該全部出來反對 你神經病 你帶頭減薪 那就更加死了 大學生本身 其他的就更加減薪 大學生 二十元一個小時 不錯 大學教授 二十五元 都會的 直接解僱你 哈哈哈哈 那怎樣 完全沒有出路 你想睡街 現在睡嗎 沒有啊 你連椅子都要被人攔住 手柄 天橋底 一塊塊 這只是順帶一提 香港的特區政府管治 是一個冷血管治 它的冷血管治 就在於這些地方 在這些最細微的地方 你想想看到有人睡街 你看到西利哥 香港到處游離朗廣 你都給個位子去睡街 為什麼香港政府 會在那些 不是遊客區 你無情情 你無情情 我當時 我經常對過女兒說 因為我住在公主道天橋附近 公主道天橋下面 以前是有人在那裡睡的 後來這樣佔的 不知道哪個區議會 就特地裡面 封起了 然後製造一些三角形的石屎 特地那些 很多 然後製造幾隻爛熊貓 在外面守著 膠的熊貓 找些膠的熊貓去守著 不讓人走進去睡街 膠熊貓 你想想 然後公園 無利沙拉 人家坐椅子 要特意製造幾個窟 讓人不可以睡下去 手臂 你想想 這些是什麼政府管治 這個政府管治 是冷血無情 對普通最窮苦的人 人家 誰有頭髮會做蠟蠟 誰會說 我家裡可以睡 我要特意下來公園的長椅子睡 他那裡多蠟蠟 你這個這麼賤的香港政府 加上一些很賤的區議會的人 你完全沒有對窮人有一點兒的感覺 你就做這些事情去玩人 玩到人家 然後就會大肆標題成功爭取 成功爭取 他有幾隻膠熊貓在那裡 守住 公主到天橋 最無道德的就是 他竟然將這些事情都會成為自己的成功爭取 他就美化了社區 成功爭取到流浪漢 要出去日曬雨林 成功爭取流浪漢 最後動死 這些就是香港的中產而上的人 那種冷權 為何會做這些事情 這一集真是教授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什麼叫深層市貓 我覺得很大深刻就是 這班流浪漢 其實他們不是想做流浪漢 而你有沒有人去告訴他們 他們應該怎麼做 這個政府 或者你沒辦法告訴他們 你怎麼做 你要給他一個生存空間 你連生存空間也不給他 而且那個生存空間 對你來說是免費的 你根本也是免費的 天橋底 關他什麼事 你不搞一樣的 為何要將天橋底 搞到人家睡不到 是嗎 香港的政府就是 尊重這些事情 有一種精神潔癖 我眼不見為乾淨 你們只是希望有一天 走去碼頭跳了海下去 過兩天你就拿到屍 那就算了 消滅了一個問題 那種破壞社區 我以大閣嘴為例 你起碼裝豪宅的豪宅 什麼品味生活的那些 到最後又是趕走流浪漢 因為他要裝豪宅 他不是政府和他之間 一定要趕走他們 要政法的社區 其實你完全是 連一個生存空間都沒有 你只要整個焚發露 我講了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其實這個例子 很多人都應該見 不過我都沒有時間寫出來 見到他真的心傷 就是在旺角火車站 你走到政府合處 以前有一個叫做SPED 的東西 叫做什麼 Support the Employment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SEDP 那裡本來是被智障人士 賣東西 賣東西 兩年前 那個社會全不知道搞什麼 很噁心 就專門把全盤的東西變成批發 不准在那裡領袖 於是 你想想那裡人流多少 以前一家閒就走進去 看有什麼有趣的東西賣 那些東西真的很有趣 你說那些智障人士不是很差的 他們其實是什麼 他們是很有創意的 可以給他一個生存空間 可以賣東西 那個成功感不僅是錢的問題 你突然間就無情情社會處 不需要討論 不需要諮詢 就是這樣就換了 是批發的 結果就沒有人進去買東西了 那我不明白 你批發放在那裡做什麼 你不就放上網 你批發放在那裡做什麼 那裡是一個門市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同時做批發同時做門市 這些就是香港社會處 那幫官僚 這個真的要用一個字 是中文 夠了 不是英文 這個不是用英文 通文是講粗口 夠了 聽完了齊Sir剛才所說 差不多大半集都在說房屋的問題 就好像子健那樣 買到樓 又遇到不負責任的政府 想脫爛 扔掉一塊東西 他現在已經給了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子健 層樓沒有結構性的問題 就不關我的事 賣給你 是你的了 但是呢 我覺得很奇怪 有一座樓 倒了 為什麼可以在一個月內 就立即可以立法呢 子健你好像文說搞了幾年 一年 年半 年半 都得不到正式的問題 但是呢 一個月之後 林鄭就說 已經查冊了多少千間或千鈍的屋樓 其實查了 那份報告呢 在哪裡 有人知道嗎 沒有 我不知道 不過呢 然後就立法 你相信我啦 那些官員出來說 你相信我 教會一樣 還有一件事 我都在立法會聽回來的 就是說 陶欣申說 他說為什麼要這麼急立法 因為如果強拍這裡 如果由九變八 其實會製造更多屏風樓的機會 是啊 豪言都說過了 你不單止用一件事 還有市區重建 是差不多時間的 你不如等這個諮詢結束 就一起立法 大家 這件事是我自己猜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九變八這件事 是第一個影響 就是大角嘴 我覺得 不是 不是 我講一個原因 為什麼 我其中一個 是不是第一不知道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大角嘴就是 它要起高鐵 咦 九變八這件事 這麼高興 不如我們說多一節 好嗎 好 我們應該留下 另外找一次特別討論 全部都說九變八 不是 又是九變八 又是市區重建那條軍問題 所以香港的訪問問題 很深入 好 下一集就跟傑Sir談 好